《临江仙混混长江东是水》这首词的作者,是明代佳经年间的文学家杨胜。 不过,杨顺虽然写了这首词,但其实并不出名,后来,清出文学批评家毛宗港,在评课《三国演义》的时候,把这首词放在全书的最前面。 这样一来,这首词便随着《三国演义》的家喻互相,它也变得非常有名了。 而且因为这首词所描写的意境,和《三国演义》速展现得布兰专括的历史画卷相得一张,让这首词具有了十分高远的跨越时空的意义,成为一首千古名词。 《临江仙混混长江东是水》书法,不过,就算没有《三国演义》的推动作用,《临江仙混混长江东是水》,本身也是一首写得《滚绝古今》的词。 而且词作者杨慎的一生,也可以称得上是这首词的一个真实写照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一,为什么说,《临江仙混混长江东是水》,是一首冠绝古今的绝妙好词? 之所以说,这首词是绝妙好词,是因为里面讲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。 我们知道,中国古代王朝社会的历史,实际上就是一部帝王争霸史,一部权力斗争史。 开国初期,所有的诸侯都在争夺皇位。 等到某一个诸侯从乱军中杀出,实现平定天下以后,事情并没有完。 这个开国皇帝的子孙们,又开始为谁能够继承皇位,享受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大打出手。 到了帝国的中期,皇位的继承问题不再是主要矛盾的时候,那个失去。 恶约树立的皇帝开始腐败。 而大臣们外戚们宦官们又开始争权,开始专权。 到了王朝晚期,各种矛盾又都爆发起来。 皇帝昏庸,大臣专权,翻转歌剧,农民起义,最终王朝灭亡。 王朝灭亡后,又进入了乱世。 世界的一切又重新来过,朝代轮回又开始了。 以上就是王朝社会的现实状况。 杨胜在临江仙滚滚长江东市顺利,提出了另外一种价值观。 他认为,所有这一切功名利禄,权力争斗,都是虚无。 最终不过是小老百姓差于饭后的坛子而已,没有任何意义,更不值得去追逐。 不变得只有青纱,只有东升西落的太阳,这才是一个永恒的时空。 所以,与其争名逐利,不如退隐山林,与余桥为伴,看秋月春风,一壶灼酒喜相逢,这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态度。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市水,正是表现了这样一种时空观和价值观,所以成为古兼稍有的好词。 杨顺剧照,二,为什么说作者杨顺的一生是他所写词的真实写照? 杨顺是杨婷和的儿子,关欢之后,他的人生一开始就充满戏剧性。 他参加会试,因为表现非常出色,悦见老师一举决定,把他的卷子放在最上面,点为第一名。 谁知道竹花不愿掉下去,把上面他的卷子给烧了。 结果,第一名就这样泡汤道,这对他来说,是多么巨大的残酷打击。 可是,后来当他参加电视的时候,依然因为成绩出色,被水雷撞圆。 这对他的人生来说,简直就是一种大悲大喜。 杨顺当官后,担任的是汉林月编休。 但来以为可以大展宏图,没了到,厄运却朝他走来。 郑德皇帝不务正业,杨顺多次劝说,郑德皇帝不听,杨顺对朝政失望,辞光归故里。 不过,好在他玩的郑德皇帝,终于把自己给玩坏了,落水受重伤,不治身亡。 作为首府的杨顺父亲杨廷和,利用一个多月的空道去,立万皇篮,割除了郑德皇帝造成的多种击毙,并且把郑德皇帝的堂立诸侯通选为皇帝,也就是嘉敬皇帝。 嘉敬帝制造,嘉敬皇帝继归后,杨廷和杨顺父子,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因此有所作为,实现政治报复。 谁知道嘉敬皇帝是个权力欲非常强的人,他一上台,就极力拜托杨廷和,利用大礼仪,对杨廷和进行打击。 而杨顺自然也受到迫害,被嘉敬皇帝关进监狱里,两次被打得死去过来,然后又把杨顺冲军云南。 嘉敬皇帝在位一共进行了六次打赦,但没有一次找过杨顺,甚至还派人监视杨顺,只要听说杨顺吃得好得,嘉敬就不高兴。 杨顺最后死在术所,终身没能回乡。 杨顺虽然官场示意,但是他因此写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,成为明代了不起的大文豪。 参考资料,明史三国演义。 参考资料,明史三国演书。